拍摄特利加奥特曼到底能有多辛苦 他们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就让我带着大伙深入了解一下吧 首先呢就是出自特利加第一话中的 卡尔密拉与特利加泥巴大战 而这一场战斗却是工作人员实打实拍摄出来的 第一步便是搭建好场地 随后再往上扑泥巴 哎这里就有同学要问了 这大雨效果是怎么搞出来的呢 嘿嘿这个嘛 其实是由工作人员用花洒对着天上喷水 才有了如此逼真的效果呢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超老头姐坏得很 在一切准备就绪 特利加便趴在了泥巴之上 等待着前妻卡尔密拉的疯狂蹂躏 就这样在两皮套演员的配合下 这场经典的泥巴大战 终于不负众望拍摄了出来 第二个困难的画面则是第一画中特利加发射光线将怪兽终结 怪兽直接原地爆炸的场面 首先呢有工作人员将怪兽模型搬运到指定地点 别看着魔型小豪 他可花费了设计师一个多月的时间呢 紧接着呢就是将模型背后做掏空处理 随后再安放火药 在工作人员细心的调试下拍摄准备工作就此完成 而此时的特利加也是由玩具人偶代替 准备就绪后导演随即一声令下之间怪兽瞬间被炸的稀巴烂 一个多月的时间呢 好不容易做出来个逼真的模型 这一下就给直接炸没了 这要是我当场就被气晕了 你知道吗 或许这便是特色剧的魅力所在 为了短短几秒钟的镜头工作人员甚至可以花费一个多月做准备 就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支持 不能凉了他们的心呢 好了本期的精彩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来下方评论区留言哦 喜欢的话点赞转发一下呗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